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6年6月6日 一年一度的苏联航空节在莫斯科举行 与网界不同的时 为了沟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打破疆局 苏联还邀请了美、伊、华裔等28个国家的航空代表团到会 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率领中国航空代表团 应邀前往 苏联航空节的第二天 东道主特意安排了一次苏联国家党政领导人与各国代表团会面的宴会 主持这次宴会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 首先举杯铸酒 然后请刘亚楼讲话 刘亚楼的讲话译成英文后 与刘亚楼只有一座之隔的美国空军上将特文宁立即站起身来 与刘亚楼碰杯 第一碰杯不要紧 那记者非常明显提出问题 这是不是康米亚朝战争结束以后 中国将军和美国将军第一次碰杯 刘亚是是的 这是不是现中的友谊 原来是当然是的 世界再一次把观众的目光投向了中美空军 如同不久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那段空中往事 1949年10月1日下午 17架参加开国大典的授月战机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这是新中国空军的首次亮相 广场上的数十万官吏人群欢呼雀跃 兴奋异常 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只是缓缓抬起手臂 淋漠仰望着天空 毛泽东十分关注新中国空军的仇见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季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 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 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0月25日 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萧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在筹备之初 刘亚楼曾赴苏联考察谈判 并草签了苏方向中国出售飞机437架 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 帮助开办六所航校等内容的协议书 空军组建后 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项使命是 在一年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够作战的飞行员 建航校工作刻不容缓 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空军 从陆境的集中上算 三宗的话呢 一共有五万人 全部敲飞游 凡是赫格这五万人你都可以瞧 这经过搭仗的这五万人呢 但是有一个年龄限制 第一 23岁以下 18岁以上 必须是作战勇敢的 第三的话呢 这表现比较灵活呢 一共算了多少人呢 五万人 算了120个人 由设计庄到北京 直接进入第六飞行学院 面试我们 检验我们 挑了八个人 1949年12月1日 六所航校如期开学 在短短几个月间 空军总人数 跃升至三万四千余人 1950年6月19日 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 在南京成立 并名为空军第四混城旅 对外代号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 太平洋部队 罗斯嘛 就把他叫做第四旅 有人问他呢 为什么叫第四旅 不叫第一旅 他说 他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 建立红军 是从第四军开始的 因此他就把那个 红军部队移送第四开始 他说 我们把第一流量 谁打得好了 就给谁 空军第四混城旅 成立仅仅六天之后 朝鲜战争爆发 在出国前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结束后 彭德怀起身 对刘亚楼说 空军司令官 我等着你的空军啊 刘亚楼语气吭腔 请彭总放心 我们空军要克服千难万险 尽快拉上战场 对此 毛泽东指示 必须力争在很短的时间内 训练出一批 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空军 以用于战场支援 刘亚楼提议 将飞行学员的四级训练体制 改为三级训练体制 免去高级教练阶段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 组建了空军第二师 第四师 第五师 第八师 第十师 各军区空军也相继诞生 空军上下掀起了速成的高潮 确实不容易就是了 中国空军这个组 找飞行员 搞航校 学习 出来打仗 提及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美国当时投入朝鲜战场的飞机 已多达一千二百余架 不仅飞机性能优越 机种配备齐全 而且飞行员也大都参加过二战 已有上千小时的飞行记录 与之相比 新中国空军 犹如刚刚出弹壳的诱因 通过速成 勉强能上阵的 仅有两个尖机航空兵师 一个轻 Sports 超级 各行作战飞机 117架 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 付足一百个小时 从指挥员到飞行员 都缺乏实战经验 刘四人说 我们的空军对空战还是一个秘 他说这个东西要想办法 要解开这个秘 你什么时候顺便好了 你给我打电报 就你们上前线 对于空军力量如何使用 刘亚楼提出 采用隔江主战 升空越江空战的方案 并在提交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建议 将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积蓄起来 在达到一定数量时 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集中的分批的使用出动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方案 并任命刘正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1951年7月 任命聂奉志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 1950年12月4日 刘亚楼正式给经过换装后的空军第四师 下达作战命令 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 以28大队为使 进行实战锻炼 命令特别指出 这次参战 是我空军霍天荒第一次 要十分谨慎小心领导阵 刘四人说我给你一个警惑咒 你不要一下子把一个大队放出去 开始的时候我给你两架飞机 四架飞机的权力 什么时候能够你只会把握打仗的话 来捡我的命令 连那个苏联专家都买相继 中美的飞而上全部送死的 刘四人说我们等不及了 战争就是要在边打边剑 在战争中续续续续续续 因为你是锻炼 就叫你去闯队三观的 解开空战之密 志愿军空军第四师 十团二十八大队 共有米格十五战斗机十架 飞行员十名 李汉为大队长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师长方子义的率领下 进驻安东岸头机场 此后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 二十八大队每天都有战斗起飞 但接连十五日 二十八大队仍未打上一仗 市长方思义决定 单独干一场 1951年1月21日上午 美军出动了二十架F-84战斗轰炸机 分数匹沿平壤至西翼州里现飞来 企图轰炸铁路和宣川地区 这天呢初夜六下飞机出去 那么到了仙川 到了仙川那个地方 李汉他们就发现了敌机了 他告诉我发现敌机 发现敌机以后呢 我们就跟着他 一工作跟着他以后呢 敌人呢 他就一个中队啊 各个中队都分开了 分开了 李汉就指挥我 你要是试驾 混战中 双方的战斗舰队都已同乱 李汉瞄准劲 紧紧套入了一架F-84 在距离400人处 满下了炮灵 美机冒着浓烟 歪斜着向南逃去 根据李汉的照相交卷 经苏联友军判定为 击落的是F-84飞机 打下来这一架飞机 大家高兴得要命了 那么我就发电报 给刘四人 刘四人也高兴得开 刘四人回电报 就做一些鼓励 就等于说 解开了空间之力了 这是独宗司令 谁打的第一架飞机 谁是英雄 因为李汉带来的 当了个英雄 1951年1月29日 志愿军空军某雷达战报告 在定州安州上空 发现敌机 空军第四师指挥所 令28大队立即出击 直飞战区 经过一番激战 击落机伤敌机各一架 在八天内的两次交通中 28大队取得了 击落机伤敌机三架的战绩 打破了朝鲜战场上 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自此 李汉成了富如皆知的战斗英雄 李亚路参与会 给我组织 完了以后 他介绍完经验 他也讲话 讲话的自身命 自身 你留一天 你没得看 你放下 你这这活 你这几个人 你们几个人 你们能不能像 李汉一样吗 能不能打回去了 当时我们不说话 不敢说话 你打回事怎么说 后来开完会了 这会儿吃饭了 喝酒 喝两杯酒 就装装弹 酒能装弹呢 我去给李亚路 去整酒去 我六四辆 李汉能打下飞机了 我们也能打 只要叫我们上 上我们就能上 就能打下飞机了 中国空军的强势亮相 让自负的美国人很难接受 1951年6月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 斯特拉曼耶被解释 接替他的 是奥托威兰中将 他便请美国空军参谋长 范登堡 要求再派一个空军连队到日本 调两个喷嚏式战斗机连队到朝鲜 以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不久 美空军派遣了一批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牌驾驶员 到朝鲜作战 此时 中国空军也在不断壮大 1951年9月 新组建的空军 已经有九个驱逐师和两个轰炸师可以参战 为了配合谈判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威 要求美国空军在此谈判期间 应采取行动 以充分发挥空军威力的全部能力 并在绞杀战期间 将大批最新式F-86配刀式喷气战机 运抵朝鲜 美国空军增至19个大队 驻战飞机打1400余架 原来的F-86 现在变成的F-86 F F的意思是几人打空战 没有人脱弹 为更好的配合地面部队粉碎绞杀战 经中央军委决定 空军以师尾单位 采取轮番进入 由少到多 以老代心的办法 组织部队陆续参战 1951年9月12日 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再度出征 全时55架战机同时开服安东前线 9月25日 志愿军雷达发现 由美军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组成的混合编队 共计5P-112架 向我新安州进行进发 空军第四师 十二团副团长李文摩 奉命率领16架米格15战斗机 升空应战 空军第四师 十二团李永泰 在安州上空时 突然遭遇敌机 首先把空军拖掉 然后我就吓死了 因为它高都低 我们高都高 一下子下不了那么低 所以我这个看来不行 打不了 刚好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往上拿起来 一震动以后 我左右再一看 就看到两个体育 就是有好多出场了 大约四架飞机 然后就围着它打 把它的飞机 一共打了56个窟窿 把它发动机弄得 打得 发动机就卸活了 我能够潮动这个飞机 一定把它回回去 这是国家的财产 它就这么个 把飞机缓回来了 路到安东机场 苏联的战则员跑来 一看说还有 这哪里是飞机 是坦克 所以李永泰有一个 混民叫做空中坦克 就在这里 就在李永泰全台湾 与美机格斗时 担任掩护的五号机 陈恒 六号机 刘永鑫 也同一批企图偷袭 李永泰的美机 展开了厮杀 他是个新飞机员 他一次用六架飞机 给打他 他的炮弹打完了以后 他打架了一架F-86 他是第一个打架F-86 后来他叫人家六架飞机 打他一个 把他打架了 这是志愿军空军 在朝鲜战场上 打下的第一架F-86 美国空军吹嘘的 配刀神话 在刘永鑫的炮声中 破灭了 不幸的是 刘永鑫壮烈牺牲 年仅二十二岁 美国第五航空队团人 这三天战斗 是历史上最长 最大的 分析式飞机战役 而且显示了 共产党的飞机 和飞行技术 已经赶尽了 他们还将鸭绿江 与青川江这一地带 称为米格走廊 10月2日 毛泽东砍到空军 第四师的战保后 欣然写下了 空四师奋勇作战 甚好 甚微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脸 志愿军空军 翱翔蓝天 用辉煌 书写了历史的同时 也逐步展开 入空协同作战 获得 傲人战绩 10月12日 刘亚楼下令 空军第三师 进驻安东 浪头机场 接替空军第四师出征 而刚刚走马上任的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 奥托威兰 则发誓 彻底摧毁米格走廊 空军第三师 一上场 就碰到了一块 难砍的硬骨头 11月4日 第七团飞行中队长 赵宝同 在第一次空战中 就击落敌机两架 为空军第三师 首开记录 在整个抗美援朝空战期间 赵宝同 共击落敌机七架 机上两架 创造了志愿军飞行员 赵宝遗迹的最高级 成为中国空军历史上的 空战之王 10月10号那一天 或者青春桥 在云上 看见一大片小黑点 我就报告团长 报告孟金 孟金是副团长 我说我发现小狗 一大批小狗 小链就叫小狗 大链就叫大狗 这是代号 他说你攻击 我掩护 我说好 刘悠迹是大难到神城中 对第一机开炮时 不能低于600公司 不能低 一个开 刘悠迹四百公司开 进一开 我不管三十二机 我就上去了 上去就对着一个 这个黑飞机就 马上一炮 一炮 一炮 一打他上云里去 在云里头我还开始炮 他他还开始炮 这个就上了 回来就盘主席上了 接着来我就 这伙说没大事 怎么没大事 没大事了 苏黎建国干了个机 太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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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再不打就错了 我说这要成功 为什么能够把这个 这个联合国空军 那么强大的空军 我们还可以战胜他 因为我们是在入军基础 建设的空军 都是勇敢不怕死的人 都会在战场上 都凭过刺刀的人 所以说呀 他上去以后 他在空走也凭刺刀不起了 打不下来 要创他一下子 我要用的就这一架飞机 这架飞机啊 有功啊 刘雨滴 在抗美援朝中 共击落机伤敌机八甲 被志愿军领导机关 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王海 实验空军第三师 九团一大队大队长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 记述了当时的心情 这几天 可以说是我们一大队飞行员 最难熬的日子 别人打下了敌机 我们没有打下 压力太大了 同志们各个心机如焚 我作为大队长 心里更是窝着一把火 11月9日 一大队终于击落了敌机一架 王海如是重负 九天之后 一大队在青川江上空 打出了最为精彩的一战 沿东也有一句话呀 脑子挂着 别的裤腰带上 什么我都不怕 就是这个 我们的土话就是 有这个兴趣 什么人家一体就都可以穿 王海那个飞机后边 不是有敌人吗 我在大台啊 咋敌人啊 我也打了他 我这个地方 也打了 短短几分钟 王海焦景文 各击落敌机两架 孙生路击落一架 王海大队干净利落 创下五比零的战略 应该死了 你得完全有我 这个很简单 用王举弦 十二月三日 素有空中突击手 支撑的孙生路 在领辽机 先后与十架美机格斗 在飞机起火后 他架着熊熊燃烧的战机 向美机群猛冲过去 把一枪热血 洒在朝鲜大地上 空军第三师 九团一大队 在抗美援朝空战中 与美国空军 激战八十一次 共击落机伤敌机 二十九架 他所在大队 也被誉为 英雄的王海大队 享誉中外 对空军第三师 取得的战绩 毛泽东 亲笔提携 向空军第三师 致祝贺 志愿军空军 配合陆军第五十军 攻占大河岛 及附近岛屿 这是中国军事史上 首次陆攻协同作战 大河岛 位于朝鲜西海岸的南端 距离鸦绿江口 近七十公里 联合国军 在岛上设置了 大量的监听装备 和情报人员 日夜搜索真听 志愿军情报 1951年10月27日 彭德怀 在志愿军总部作战会议上决定 以舰机机空军第二师 第三师 和轰炸机空军第八师 第十师各一部 配合陆军第五师军 攻占大河岛 及附近岛屿 十一月二日 十一月二日 志愿军空军先后出动了四个师 各一部 各一部 发起攻击 第一次去 我们一大队二大队 配合去 去 erin include 轰炸大河岛 攒大河岛 第一个指挥funding 第一次它的 炸得 焊好 9架红红红 � 鱼 每个 公立启 comings 9枵炸弹 999 81 81个炸弹 落在岛上 79个 有两个巴 落到水上 这个炸了美国家的船 11月30日 志愿军轰炸机和活塞式尖击机 再次执行轰炸大河岛的任务 据美国空军战士记载 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率领的30架F-86机群 偷袭了执行轰炸任务的机器 此次作战 志愿军9架轰炸机被击落机伤各4架 16架拉11活塞式尖击机被击落4架被击伤3架 志愿军击落美军F-86飞机3架 击伤5架 30日 志愿军第50军 一举攻占大河岛 酒会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面对实战 总结出了哪些空干战术原则 志愿军空军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 在脚沙战的前四个月里 美国空军遇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挑战 1951年11月21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 在国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感叹地说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我们打仗胜利是在矛盾思想胜利 就是按照毛主席怎么讲的 我们怎么打 毛主席说的一些反弹派都直老虎 敢给他干就行 打仗一个是靠技术 三一个靠勇敢 靠你这思想 这个很重要 我们这飞行员都是围护子 想着为主火灯光 叫多打飞机的这种警示 所以他就凭着使命 他要去打去 最大的了不起 你把我打死 刘亚楼极其善于总结 并根据自身条件合理命用战术 在听取各局指挥员 和飞行员的大量实战经验后 与刘震研究 提出了著名的 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 四架飞机做一个战斗单位 掌辽机 掌机辽机 掌机辽机 掌机都是主攻的 辽机都是掩护的 1952年2月10日上午 美军出动了F-80 F-84战斗轰炸机 两批16架 轰炸朝鲜军医里附近的铁路线 美军在朝鲜成绩最好的 喷嚏式飞机飞行员戴维斯 率领18架F-86战斗机担任掩护 志愿军空军第四师 紧急起飞两个团 共34架米格15战斗机 升空营机 他对面应来对他 我也是对我家 我就急速地转弯来咬他 等一下说他 咬了他的尾部了 这样我就靠近他 靠近他就是在这个 400米的时候 我就想他开袍 那一天打仗回来了以后 谁也没报告说 我打了会打架飞机 回到张继会给我报告 我叫人打架了 但是我打架了飞机 空间挺激烈的 有另外一批的 也打了我 我击中了 我敲散 敲散敲到志愿运的这个阶底下 戴维斯 被美国空军称为空中英雄 戴维斯死亡的消息传回美国 美国国会议员 共和党领袖鲍利奇 在国会上大发雷霆 说这场战争 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战争 戴维斯的妻子 也向美国空军当局 提出了强烈抗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张机会先后参战十余次 共击落四架F-86 志愿军空军 为他寄了特等功 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我们吸收两个弹奖 第一个弹奖是 国民党起义的一个人 叫叫大海 左肩当中就吸收 第二个弹奖叫秦良 他呢 安全挑散了 没有油气 被他的散烧些 他也吸收 基罗戴维斯 先至于是 当我的了解 掩护我 基罗戴维斯 这个功劳 不能说是你高音的 与戴维斯的这场空战中 张机会的辽姬 善子玉 壮烈牺牲 后来 张机会把善子玉的 一缕头发剪下来 揣在怀里 直至抗美援朝的生命 1953年春 美国空军将F-86飞机 增加至300余架 其战术也发生险境变故 他们调来了一些飞行时间 达一两千小时的 完美驾驶员 组成略航组 偷袭支援军空军 正在起飞 或者着陆的飞机 韩德彩 实验空军第十五师 四十三团 一大队中队长 1953年4月7日 韩德彩与战友 返航归来 准备着陆 当飞机下滑至高度 一千米时 耳机里传来了 地面指挥员的声音 他在海 说我拉起来拉起来 第一天你开破了 那我一看第一天 我当时在前面嘛 我反过来 向这边看 向后看 没看到 又反过来往这边看 改屏 还没有 这个时候向机场放下看 回个头来向机场放下看 看到机场 在山袜里面 有两个飞机 黑的 就是围状色 两个飞机 距离很近 就像变内一样 我觉得美国人也都不去 前面走后面就开破 为了援救战友 韩德塞不顾飞机的油量警告灯 已经闪亮 夹大油门 冲向前提 一打火 糊辣就出来了 猫也出来了 接着我就喊地面 我说 地人 看出了黑东西 我说地人跳伞来 快点抓副罗 流头都回来了 这名美国飞行员跳伞后 被地面高射炮部队活捉 他就是美国空军第51连队上位 双庙王牌驾驶员 哈罗德 爱德华 汉德塞一战成名 后有击落敌击四驾 志愿军司令部 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费歇尔1955年 回到美国 不久 他退役转航经商 1997年 费歇尔随美国飞虎队协会访华 在上海 费歇尔见到了空中对手 韩德塞 相逢一笑 敏恩仇 韩德塞将亲笔书写的一幅字 送给费歇尔 着眼未来 97年他来的时候 我说当时你被打下来 你是不是不负倾 他把头一扬 说当时我庆幸我还活着 他说这句话 我说这句话才是他的真实话 江道平是志愿军空军第15师飞行员 在1952年12月到1953年7月的七个月间 先后击落F86飞机之下 机伤两架 1953年4月12日 蒋道平击落了一架F86战斗机 至于美军飞机员是谁 一时难以何时 那个汤奈尔 他比较打掉16架飞机 他已经闪了王牌 他是闪了王牌 他那个蒋道平给他击落 蒋道平在陆军 就是两次战斗英雄 当时的时候 由美国的他的救援队来得非常快 那个飞员跳散了 跳散以后掉水了以后 五分钟内他自动飞机给救了 获救后 约瑟夫麦克康奈尔被送回美国 1954年8月24日 在美国空军机器试飞时 飞机发生故障 麦克康奈尔坠定身亡 几十年后 蒋道平才知道 当年他击落的是 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 约瑟夫麦克康奈尔 2001年10月2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给蒋道平 发去了迟到48年的 假蒋寒 1953年5月30日 二时 第四师师团副团长侯淑军 和领航主任 宋亚宁 在空战中 击落敌机一架 创造了中国空军 第一次夜间击落敌机的记录 7月19日下午 志愿军空军 一击落机伤 三下遗迹的战果 打完了在朝鲜的 最后一次空战 在抗美援朝期间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抗美援朝运动 动员青壮年 参军参战 动员民众之前 组织慰问团 慰问最可爱的人 顶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 组织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欲据大师常相遇 率领相遇巨社 从西安出发一路南下 连演178场 将一演的收入 捐够了一架战斗机 从1951年6月 至1952年的一年间 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 5.56亿元 可购战斗机 3710架 周恩来曾经指出 抗美援朝运动 动员的深入 爱国主义的发扬 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 这是一个空前的 大规模的 全国性的 中华民族的觉醒 更加高扬起来 毛泽东 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经验时讲 依靠人民 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 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 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志愿军空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先后有十个驱逐师 和两个轰炸师 共672名飞行员 和5.9万名地勤人员 参加了实战锻炼 其中 有116名年轻的飞行员 血洒长空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咱们打下它330架 还机上它95架飞机 他们自己打了我们 才230几架 击伤我们115架 在吕顺苏军烈士陵园内 长眠着202位 杰出的前苏联飞行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苏空军击落敌机 879架 苏方损失飞机 745架 这段历史 直到20年后才解密 他们以精湛的飞行技艺 和大污尾精神 协同年轻的英国空军 地监作战 驰骋将场 他们的壮举 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和记忆 遥望60年前朝鲜的天空 志愿军将士们 曾在这里架势战役 与对手展开殊死活动 留下 萨萨英姿 中国人民支援军空军 在两年零八个月的空战中 逐步壮大成长 创造了光辉的斩机 立下了不永的功勋 毛泽东吐袭当初 对空军参战 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 空军要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初次打仗 采取稳当办法为好 一鸣则已 不必惊人 对前面两个指示 空军走如实的音讯之行 只是后一句话 被改写成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